古代皇帝后宫女人多,所以子女也很多,有上百个都不足为奇,所以当发展到一定程度,皇室的枝叶也变得相当茂盛。 当年刘备一句,我是中山晋王的后代便开始出来行走江湖,从西汉高祖刘邦那一辈算起,到刘备这一代的时候,刘氏子孙已经知返夜貌。 刘备常将中山晋王这个名号挂在嘴边,那么他的身世真如他所说是刘胜后代吗? 科学家通过DNA技术揭开了刘备的真实身份,还无意间发现了汉朝皇室的一个重大丑闻,所谓中山晋王的中山乃是西汉时期的封地名称,大概在今天的河北省定州市境内,晋王是汉景帝第九子刘胜的封号。 那么这个刘胜到底有什么厉害之处,让刘备一直挂在嘴边? 刘胜与汉武帝刘彻是同父一母的兄弟,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被封了猴,还有属于自己的封地。 刘胜经历了汉景帝和汉武帝两个时期,是中山历代君王中,在位时间最长久的,他也是中山国的第一代君王,因此地位也是非常高的,仅次于帝王,其享受的一切待遇跟皇宫内无异。 汉武帝刘彻在位期间实施推恩令,削减了诸侯们的封地,刘胜多次上书请求但都失败,于是他索性躲在家里,整天过着享乐的日子。 五文诺墨,吃喝玩乐,美女相伴,刘胜的日子过得可真是比神仙还要逍遥快活。 如此轻松自在的日子之下,刘胜一下子没控制住,居然生了120多个子女。 可想而知,刘胜在汉景帝和汉武帝时期地位也是相当高的,也难怪刘备会一直提到他。 既然刘备提起刘胜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,那么他为什么不直接把刘邦给搬出来呢? 主要是古代有嫡出和输出之分的,在等级森严的古代制度中,只有嫡出的子女才有资格祭祀先祖,而输出的则不能。 由于皇室散出来的职业太多,要认清只能追溯到底出的那个,而不是输出的。 对于刘备来说,就算他也是刘邦的后代,但他却是输出的后人,是没有资格祭祀刘邦的,更不能遵刘邦为先祖。 在那个子嗣庞系众多的皇室之中,要追踪夙愿一般只能到高祖的别子这一代,一般像刘备这种能追踪到刘胜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。 刘胜算是刘邦术出的曾孙,所以要这么算,刘邦和刘备也只能是远亲了。 汉朝从西汉到东汉途径了几百年的时间,期间从刘邦的子孙中分支出来的派系已经很多了。 到了刘备这一代,除了皇祖后裔这个空头身份之外,其他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好处。 小时候的刘备家境贫寒,他与母亲也只能靠卖草鞋为生。 相比曹操和孙权,他这个皇族后裔混的还没有他俩人好。 在史料中,对刘备身份的记载,除了中山晋王后代以外,还有就是灵异后的分支。 刘秀的嫡系曾祖就是汉景帝的第六子,长沙帝王刘发,与中山晋王刘胜是同夫一母的兄弟。 所以到了东汉时期,刘备与刘秀的关系也差得挺远的。 如果不提中山晋王的话,汉县帝也不会卖刘备的面子,尊称他为皇叔了。 但是留上一百多个子女,要这么算的话,那很多人都是皇亲国旗,可见刘备这个身份也没什么稀奇的。 刘备为何非要拿这个身份来说事呢? 因为在那个群雄逐温年代里,有个皇亲国旗的身份加持,也能好办事,能名正言顺地匡扶汉室,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目标之一。 就像当年的刘秀一样,在乱世之中稳住了汉室的朝纲,彻底铲除新芒政权,建立东汉。 不过也有人提出疑问,刘备会不会冒用中山晋王的名号呢? 毕竟当年刘生那么多儿子,而且到了刘备这一代,他的儿子们早就散去各地了,是不是谁又知道呢? 后来学者们在给汉朝刘氏做DNA遗传信息研究的时候,揭开了这个谜底,还意外发现一个重大秘密,直接揭露了一桩西汉时期的皇室丑闻。 科学家采集了全国大量流性者的DNA,根据现代DNA的分析,它们的染色体上都有一个称为F155单背体的特殊基因,这是汉高祖刘邦的遗传基因,可唯独河北刘氏这里,没有F155,它们是Y14单背体基因。 这说明河北刘氏和全国其他刘氏其实没有血缘关系,它们不是刘邦的后代,而刘备正属于河北刘氏。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?刘备所述的河北刘氏来历又是如何呢? 我们将汉高祖刘邦编号为F155,其后翼占全国男性0.33%左右。 可以想象,以刘邦为首的复习遗传之下呈现出分布广,人口多的情况。 其后世基因主要以Y21364,F813两支为主。 Y21364就是汉文第一系,而F813就是汉井第一系。 而刘备所述的河北刘氏基因编号为Y14,且没有刘邦的遗传基因。 其反制爆发时间正是从中山晋王刘胜开始, 是中国北方自秦汉以来除刘邦F155以外最大的家族。 Y14基因下游呈现为极强烈的促装分化, 这表示其后代数量在短时间实现了大爆发。 后代数量比刘邦分封的所有该区域诸侯王后代加起来还多, 其分布在核心的河北中部地区。 如果Y14是刘邦后代也就是某个王爷, 大量繁殖那还说得过去, 偏偏Y14是一个非汉潮宗式的流性基因, 在那个年代像如此大量繁殖是不可能的。 还有一个理论上的可能就是Y14基因是地方豪强家族, 只有豪强家族才有可能繁殖这么多人。 但是在西汉,尤其是汉武帝时代, 血腥的打击地方豪强怎么可能唯独漏掉对Y14的打击, 而且让Y14发展的几乎与汉黄宗式一样快。 Y14基因发展极快, 人口数极多, 权力者不可能忽视这么大一个宗族。 如此看来, 刘备这一脉的Y14基因就显得非常突兀, 但如果Y14是汉潮某诸侯王, 那么上述矛盾都可以解决, 所以唯一可能就是Y14基因不是汉流后裔, 却混到汉潮的诸侯王当中, 那么唯一的解释只能是后宫妃子词通万人, 生了儿子,冒充皇子, 因此认定,Y14只可能是汉潮诸侯王之一, 而汉潮后代数最多的诸侯王就是中山晋王刘胜。 观察刘邦F155的基因、树形及分布, 刘胜作为汉景帝刘起的儿子, 如果是亲生, 因其子嗣极多, 必然会极大的称大F813基因族群, 或者在F813下紧接着产生另一个超大群体, 但并没有。 F813在河北的比例, 要远小于在北方各省的比例, 这也与史在中山晋王子嗣繁多相左, 这也进一步印证了, Y14就是中山晋王刘胜的结论。 汉景帝刘起确认是刘邦后裔, 但刘胜确认不是汉景帝后裔, 那么真相就只有一个了, 只可能是刘胜的母亲贾夫人思通外人, 给汉景帝戴上了绿帽子。 既然刘胜是贾夫人思通外人所生, 不是汉景帝的后代, 那么作为中山晋王的后人的刘备, 也不是什么帝氏之咒, 那么所宣传的匡夫汉氏实际上也成了一句笑话, 刘备和追随刘备的人实际上都蒙在鼓里, 就连刘备本人也不知道, 他并不是汉高祖刘邦, 汉景帝六起的后代, 刘备不是皇祖, 而且中山晋王刘胜居然是思通的产物, 这还真是打破了世人的认知。 古代也没有什么DNA技术, 所谓的低血认清的法门, 事实证明, 根本不科学, 只要当时的人死不承认, 所生之子是死通所生, 谁都不能辨别出真假, 没想到根据精英的比对, 还能破译一桩西汉时期的丑闻, 估计汉景帝到死都不知道, 刘备自然不是自己的孩子, 刘备自然更不知道了, 不然也不会打着汉氏皇族的旗号去发展自己。